这里还是开始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蘑菇coco 然后微博b站现在是kk魔法权的助教 k魔法权的助教 今天也是做鬼队的教官 教官就关 b站微博都能找到我 b站微博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蘑菇coco行 然后好好好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准备开始 好 大家好 我是蘑菇coco 今天给大家接着我们第三周的分享 首先我先说一下 说说一下 我们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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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csi 然后讲了csi的节奏 然后通过节奏做图形 然后我们临摹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csi 然后做怎么做好看图形 做好看节奏 然后呢 这些之后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比较好的同学的作练 这个还是老样子 有普通展示 还有那种特别精致的作业的精致夸夸 像这种啊 他的分享 分享特别好 分享特别好啊 然后说这个 他抓了这个 应该是浣熊老师的图 他会先做这种大框 然后在大框里面分这些小细节 然后分完这些小细节之后啊 有大中小这种方块 然后给他定位置 然后再往后画 然后一点点 最后把这张图抓完啊 非常的好啊 这个步骤非常的好 像你做这个临摹的时候 临摹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 或者做墨写啊 做墨写的时候 你基本上也是 这张图你先会想到一个哦 他是个大致的三角形 然后三角形里面切一个这样的大的 然后再切小的 这个做的非常的不错啊 做的非常不错啊 然后再是这个同学的 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啊 他也是啊 他在临摹的时候啊 做了很多思考啊 很多思考 你说是csi啊 就是说他会找一些本身就是csi做的还不错的图 然后他会分析里面的这种大中小是吧 大中小是不是我们上周讲的啊 上周讲的这个大中小的这个节奏 哎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了 就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呃 他本来就在就是就是这种大佬啊 或者说比较好看的图 这些内容 他其实大佬都在用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不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你不关注的话是吧 你不关注的话 这种东西是吧 你看这这种大中小的排布 你不关注你就不会去研究 你不会研究 你也就不会去学到他 所以说这个这个东西就很好啊 他已经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就把这些啊 节奏都掌握到一起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好行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来 讲讲说今天啊 今天我们主要干什么 对啊 今天啊 今天是这样的啊 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啊 今天其实主要的一个思路啊 就是讲这个临摹分解再重组啊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一个内容 但是啊 今天啊 这个内容我们要展开讲 而且啊 分做详细一点 因为我们上周不是已经讲了CSI嘛 我们上周先讲了CSI 讲了图形的那个节奏感啊 还有那个线条的感觉 而这个地方就是说 嗯 呃 知识啊 知识是很多的啊 知识 呃 你要讲可以讲很多很多 但是啊 我这边因为我们做鬼队啊 做鬼队的目的啊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主要目的还是帮助大家平时练习 帮助大家把练习的目的啊 目的和方向给整理清楚 然后再具体到操作上啊 具体到操作上啊 这样的话会比较实在一点 不会说天天讲 讲知识啊 虽然知识有很多很多啊 光听的话没有啥用啊 就你不你不去操作他 其实收获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今天我会 呃 把这个展开讲完之后 然后我会带大家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 然后 给大家指个方向啊 帮助大家就说在临摹的时候啊 或者说在练习慢慢走向自己原创的时候 啊 有一个自己的啊 一个套路啊 或者说知道大致方向就就有点像 现在你要去爬山 啊 你要去爬山 但是呢 你要从山脚下开始爬 你会觉得这个山很高 也没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爬到 或者说 爬到哪里啊 是一个阶段点啊 现在呢 我就有点像带着你啊 坐缆车 先带你看一下 告诉你哦 这里有一个点 这里有一个点 这里有个点 然后到上面之后 哎 我再把你扔下去啊 你再从这里开始爬 那但是在爬的时候你就知道哦 我先坐到这里 坐到这里 坐到这里 哎 我就可以到山顶上来 就比你刚开始啊 什么都没有 直接爬上 要好啊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好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啊 开始正式说啊 首先啊 我们要说一下就说 嗯 一般啊 我们要做最初的设计的思路啊 设计的思路 我们前面有说啊 就说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去啊 我们先抓行一方面练线条 练基本功 然后去学习别人的图形 是吧 学习别人的图形 把图形提取出来啊 提取出来之后 然后再组合成自己的一些是吧 组合成自己的一些画面图形 是不是我们之前是有讲过这样的思路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具体到啊 说学习图形提取的时候 就会有讲到说要默写啊 有讲说要默写 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个默写 默写 然后就会有同学说啊 我不知道怎么默写或者默写比较难 然后我就上次也提到就说 大家在抓行的时候都会打一个外框 打个外框之后再去分里面的这些 简单的图形 然后你在默写的时候 这个外框就是你可以去默写的那个 怎么说呢 一个参考点 啊 你基本上就 你的大脑记忆东西肯定先从简单的东西来 一步一步往后推了 所以说 你就在抓行的时候 你这些 可以 观察到这种很大的图形 就是你的一个切入点 啊 懂意思吗 就是一个就是你的一个切入点 你 你 你你把那个切入 你把那个大的图形记住了之后 然后从那个大图形上去默写 然后把首先是先把这个大图形默写 对了 基本上如果你嗯不是那么严格来默写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你打完这个形之后 你去默写的时候 你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外框你默完之后 你可以 先看一下这个外框你默的偏没偏 啊 你可以先看一下你这个外框默的偏没偏 如果有偏你 你可以先调整一下这个外框 然后你再继续也可以 这算是一个呃就是你的山上的一个小旗子啊 山上一个小旗子 这是一个点 如果你的外框默对了 然后你再接着从这个外框里默 也可以啊 然后你把这一个步骤走一遍之后 然后你再整体的去啊 去去默一下这样的感觉也还OK 也还OK 这样的话 你默写的话会比较有方向啊 不会说嗯啊 想起一个图就完全 比如说像之前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优秀范例啊 你是不是最我们最开始说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大的大的那个那个是羊还是耗子的 然后然后中间这一块 他会分很多是吧 分很多那种小的形状 然后这里是他的大眼睛啊嘴巴 你是不是大概就是从这种角度来看 你就能大概记住他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刚才也就我就看了一眼 我但是我就是他的这个图的大体形状啊 这个形状我是能马上记住的 就是这个就很快 这个记得很快 然后我如果真的要摸他 我稍微再把他里面的这些图形啊 是个什么样子 把这里面的东西什么样子 我大概再记一下 基本上就能你摸个啊 七八成就已经出来了 是吧 就大概 如果你再要精细一点 你再记详细一点 那基本上摸个九成十成也 也不是不行啊 就就是默写的话 你习惯性去记这种比较大框的一个东西 能能的解答就 因为你所有做的都是要干什么 都是要画准啊 都是要画准 嗯 你们可能是这样的 你们可能在默写的时候 可能容易把什么 容易把把默写当成给自己一个考试啊 他不是考试啊 你的目的不是考试啊 你不是为了为难自己啊 你的目的是把它记住啊 只要能记住 你怎么样都行 你怎么样都行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就 啊前提是准啊 前提是准 你别默了半天歪歪的 是吧 歪歪的只能建议你从默了啊 所以说你还是要按准来要求自己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还是都自己可以多想想啊 怎么帮助自己啊 行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我就会说一下 啊 分解重足啊 这个时候啊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思路啊 我们要干什么 今天啊 主要的思路就是什么 我们又说分解重足啊 分解重足啊 分解重足 分解重足啊 其实提到分解重足 它就是两个部分啊 说到分解啊 它就涉及图形 是吧 我们干什么 我们分解是不是 提取它里面的好看的图形 然后涉及到图形 那是不是就有好看图形的丰富内容 就是 你是有图形 那图形要怎么好看 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啊 好看的内容的图形 它还有什么可能性 这是分解这一块图形的 对 然后重组啊 要说重组 重组是不是就要设置组合 啊 你 你试了 你分解了很多东西出来 你要把它们重组起来是吧 你可以怎么摆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问题 那你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摆 三个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摆 然后还可以这么摆 啊 是不是还可以这么摆 那是不是还可以这么摆 是不是还涉及到摆放的问题 啊 重组是不是还涉及到摆放的问题 然后 摆放的话是不是就是说 呃 怎么摆好看 是吧 然后 图形的排布和节奏啊 就是摆好之后 那就是图形该怎么有节奏 把这两部分都解决掉 那你的分解重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说我就这些意思在说啊 主要方法就是你要通过学习别人的东西来原创 那主要方法就是分解重组 那分解重组到底是要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些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把这块内容把它展开讲清楚 你把这些内容给搞清楚了 那基本上就就剩下的就是你下去练了 基本上就方向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首先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就啊 举个例子啊 先举个例子啊 举例啊 举个例子 举例子最好懂啊 举例子 好 例子一 二 好 假设啊 假设我们现在啊 我也是随便啊 我是从刚才的那堆夸夸图里面 随便挑了三张 假设我们今天就拿这三张 我们去学习他 我们去抓他的行 我们去临摹他 啊 是不是有点像你一周 大家是不是每一周要抓抓鬼是吧 是不是要抓三张 呃 不要说是每个每个专题抓三张啊 每个专题抓三张是吧 那你抓了这三张之后啊 我现在就教你 你怎么通过你抓这三张开始一个自己的原创啊 来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抓了这三张是吧 抓这三张之后 哎 比如说我第一张图里面 我觉得哎呦 第一张图里面我 我不我们是不是要抓他们图 提起他们图形 比如说我觉得哎 这个啊 这水龙头的这个造型看起来还不错 啊 他应该是能有一个图形 是吧 这水龙头是有一个这样的 把他轮廓抓出来 他是有一个这样的图形 哎 这个水龙头的图形 然后第二 第二张里面 我觉得哎呦 他这个翅膀画的还挺好看的是吧 翅膀画的挺好看的 把这个翅膀的轮廓给他抓出来 他这个图形好看啊 我喜欢这个图形 这个翅膀的图形还不错啊 然后我只取他这部分 然后第三第三张图 我觉得哦 他这个头上的这个 可视角还挺有意思啊 可视角还挺有意思啊 是吧 我把他这小出条抓出来 也就是说我现在呢 我现在就是从他这三张图里面啊 三张图里面啊 挑出了 哎 这个哎哎哎 是不是挑出了这三个部分 哎 挑出了这三个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哎 我们把这三个图 三个部分都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是不是有这三个 有这三个图形 把它填完填充成图形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只要他的轮廓啊 是不是有这三个图形 然后 然后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这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丢到哪里的 把丢到你的那个 知识储备框框里面的 就是你的知识储备框 你会大家想 哦 我有这样的图形 我有这样图形 我有这样图形 这样图形 我们要把它组合一下 组合成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轮廓 然后 然后啊 来构成我们的自己的小小设计啊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就 稍微的就是极端一点 我们就完全靠这个拼贴来 啊 我们就 不做一不做自己其他的一些变化 我们先这样就完全靠这几种图形来来贴啊 我们来看看怎么贴 贴 贴 我们乱贴 贴贴 贴 就是靠这一个图形啊 这这三种图形不停的放大缩小啊 转向啊 可以这样贴贴啊 感觉这个东西哎 这个图形可以当眼睛啊 这 他他是一个图形当了一个翅膀 我可以把三个组成一个翅膀啊 是吧 然后旁边再来几个 贴贴 然后我们一看哦 他这个水那个水龙头的感觉还比较像一个小大象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概贴成一个这样的感觉 啊 这么一看啊 好像啊 还有那么回事 然后啊 我们把他的轮廓给勾出来 就是我们把这个图形 贴完之后 我们去整理他 而且 就是我在贴的时候啊 我在贴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啊 我在贴的时候也不是说 真的就纯乱贴啊 乱贴肯定是不得行的 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还讲过节奏啊 还讲过节奏 所以我们贴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就是 然后你看 我贴的时候就有注意到他这些就是一个地方比较 舒缓啊 然后剩下的地方比较密集 这样比较密集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 哎 干净啊 简洁 然后这个地方又比较密集 是 你贴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些东西啊 就不说 乱贴乱贴啊 但是还没完还没完啊 贴完之后啊 贴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这个关掉 我们是不是得到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这样的剪影啊 是吧 大象幽灵是不是有有这种感觉 我们得到这样的剪影 那得到这样的剪影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啊 填充他的内部 啊 填充他的内部啊 也是一样啊 就是 呃 找一些那种 划分 就这样的话就像是说 给你一个轮廓 你觉得这个轮廓他能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在里面给他慢慢的填充 把他内部给他哎 填充一下啊 你看是不是可以 画成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怎么做的呢 这个感觉就是 首先啊 这个我们还是保持了他这个水龙头的感觉 然后把自己的眼睛夹上去 然后啊 这个上面这个头头套部分 我们为了让他体现体积感 哎 我就让这个地方是吧 这样一弄是不是有感觉哦 这个这个球体是这样的一个 朝向 你这里是不是就有体积的就比单纯的这样个平面的 他要有体积一些 然后你看这样的话 这边是 另一侧的翅膀 然后这边是我这一侧翅膀 然后之前那是三个三个翅膀叠在一起的一个 那个剪影 我们把它合成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在内部的话就加一点这种大中小 是吧 还记不记得上周讲的节奏啊 大中小的这种小图形 呃 这种是什么就是 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图形是什么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他是高光也行 啊 你可以理解他是那种飞在空中的碎片也行 但是 我不在意他是什么 他只是为了满足我画面中的大中小 来 组成我画面的那种细那种 节奏的部分 啊 他就是加了这些地方 他会好看啊 他就是那个几何美学的底层啊 几何美学在里面底层 然后你看这周围的这几个我就保持 因为我们都是用同样的图形贴出来 我就保持是哦 他的 比如说是他的那种小幽灵版的那种小 幽灵版的在旁边飞的感觉是吧 然后在旁边飞 然后这种样子 所以说最后啊 修汉内部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样子啊 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堪用的一个小原创的啊 就是通过你这三周的三周的 不不 什么三周 通过你这三个的练习抓行 你从他们里面取你喜欢的部分 然后拼拼贴贴组组合合 即使你完全没有方向或者思路 你只是遵循啊 你看我在贴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思路 我也没说我要有什么背景故事啊 或者说有什么想法 我完全没有 我只是遵循了一下几何美学 就是我们说上周讲的那个节奏 我是遵循了一下那个节奏啊 遵循那个节奏的样子来做 然后我们就可以拼出一个还不错的设计 是吧 是这种感觉 然后然后然后啊 没完啊 没完啊 到这一步还是那句话啊 到这一步啊 你以为就完了吗 没有 还可以再升级 还可以再升级更高阶一点 因为 呃就比如说 这是一个水龙头 是吧 水龙头的感觉 呃 这是一个翅膀 是吧 相当说这 这一个组合你最后细化完之后 它里面有什么元素呢 有水龙头是吧 有水龙头 有翅膀 然后这些啊 这些地方你可以姑且说它还有水吧 啊 还有水的元素啊 或者说还有那个啊 这下面这个我就当是画了一个古路吧 啊 是不是还有那个轮子 啊 轮子轮子的要素在里面好 呃大概有这几种主要元素 然后有这几种元素之后 哎 我现在就要说一下怎么升级它啊 这个地方啊 就说 你升级它 你想升级那肯定是你得练过啊 你得练过你才能升级 比如说水龙头 我现在就就像我们上周讲的那个什么鞋子方块一样 如果还有鱼一样啊 如果我一说鱼你就只能画这样的鱼 一说鞋子你就只能画这样的鞋子啊 是吧 一说水龙头啊 你只能想到这样的水龙头 那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升级了 这就这也是我们上周讲的啊 你你你如果我说水啊 甚至水你都不知道怎么画 轮子啊 你就只能想到这样的轮子 那你是不是就没办法升级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我待会再讲 我先卖个关子啊 我先我先直接放我们升级之后的感觉啊 就说我只要研究过水龙头 研究过翅膀 研究过水 研究过轮子 我可以画出他们在不同角度 或者说不同状态下啊 满足一个好看图形的一个自然状态 然后 我们还能再升级 比如说你看水龙头难道只能是这种扁平又长的图形吗 那我我稍微把它转一下 我把这个水龙头转朝向 朝向朝向 朝向我们前面再仰视一点 它是不是它的轮廓也可以是这种球形啊 它是也可以是这种圆形啊 是吧 然后这翅膀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这翅膀你侧面的时候是这种感觉 哎我现在要它是正面的感觉 它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轮廓啊 是不是啊 它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轮廓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那都是因为我练过啊 正面一点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前前前后透视比较大那种状态 是不是啊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是不是 所以说你只有在你研究过啊 研究过之后你才知道哦 我你给我这个轮廓 他可以可以是就是你给我一个水龙头 他可以是这样 他还可以是这样 甚至他还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是不是这种感觉 怎么练啊 就要专项练习专项练习 还是那句话呀 你想练水龙头 你百度吗 百度水龙头 是吧 百度水龙头 水龙头有什么样的是吧 角度什么样的形态 就包括你们 你们应该都练过什么手脚 是不是还是那样的 手和脚啊 这种练习 是不是一种啊 一整一整片图啊 上面有很多图 然后是不是有很多角度的手 很多角度的脚啊 各种东西是不是 就是他就是在告你这种时候就是在练啊 各种手他的可能性啊 就是感觉在升级你的 对对对啊 这个啊就是构成课可以达成效果 就是k大kk构成课啊 最后可以讲到这样啊 当然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些 我会讲一下 也会讲一些啊 呃就是说呃就是说哎好 别打断了一下 呃就是说呃我们在我们在练的时候就熟悉一个图形 熟悉一个物件啊熟悉一个图形 熟悉一个物件 都是要这样都是要你专门去练习就就是嗯 你即使知道了啊就比如像我们刚才说啊 我即使抓了他的行我抓了他的这个东西我抓了他的这个东西啊 你还是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升级啊 更进一步升级你不是说就嗯是吧你拿了白菜就只能是白菜是吧拿了白菜就只能是白菜这个白菜是不是还可以啊还可以有白菜籽再种白菜啊有别的东西了而且你看我这里在就是即使在我升级的时候也注意到了我们上周讲的节奏啊节奏问题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大的然后这是中的然后这是不是小的然后还有更小的还有还有小细碎啊是不是这种感觉 而且你再看这边是不是一个哎呦这边是不是一个取的啊这边上去是不是一个直的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啊然后这边比较空这边比较密啊是不是都有疏密就就你整体啊这个CSIR包括那个节奏是贯穿于你每个地方的每个地方的对对对透视肯定也是要练的啊呃所以说啊就是说嗯想要更高级或者说想要更高级 要呃呃做自己的设计或者画好看的话基本功肯定是不能少的基本功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才需要啊勤勤恳恳的捉轨啊勤勤恳的捉轨啊抓形 临摹墨鞋啊墨鞋都是要的就呃其实啊就包括透视啊透视其实这个地方我也可以再简单说一下就关于你们平时的练习学习啊怎么用 就怎么说就是嗯 你你要画透视假设说你要画透视就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状况啊有有有比如说那种大透视啊就就就就就透视很大 透视透视很大啊 然后你要去真的用用那种怎么说呢用那种透视理论用那种透视理论去推的话用那种透视理论去推的话他可能需要你的那种透视的水平很高啊你才能把他的那种那种什么近大远小啊或者说什么比例啊抓的比较准啊或者说他那种说放抓的比较准一点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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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不要忘了你还有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抓形啊你可以把它记住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你你你你你如果有大透视的话你不管他说什么啊他是什么体块有什么透视你不管他这些他在这张纸上他是不是一个图形啊 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轮廓图形啊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给背下来啊你是不是直接把这个给背下来啊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背下来啊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背下来啊肯定要先观察再画你不观察你怎么画你乱画是吧所以说所以说啊你是不是可以直接背下来你直接背下来你下次直接默写 然后我就画出一个大透视啊我就画出一个大透视啊我就画出一个大透视啊然后然后人家会说哇你透视好牛但是那是那是你透视牛吗你是不是因为你练过啊你你把它给记住了所以说有时候就呃这两种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你不用说非得钻死脑筋就说大透视的东西我只能靠透视去推它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是吧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抓起墨写来做啊就有些东西你没必要真的什么东西都从零开始推从零开始推到你你大假设大透视是50分的基础分往上走的话你还从零开始推你从零推到50的这一块就已经要费很大功夫了然后再从50再往上加分你就很累了如果你直接把这个50这个基础分给把它背住你下次是不是直接从50开始往上走你会很轻松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对对对对也不用说完全相同你八九步离死就行八九步离死就行就比如说这个啊你觉得好的话你是不是大概可以就说哦他大概啊这个这个东西啊这个霸儿这样然后这眼睛大概在这球的多少位置这个水龙头这个嘴在前多少位置 你是不是直接把它摸出来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张图的透视了就相不相成相不相成相不相成啊相不相成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就是打开一下思路啊打开一下思路好 就是我们举个小例子啊就是稍微带大家先操作一下啊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讲啊带大家一点点讲就说这个地方啊就说 我们啊就就通过干材的这些啊例子举我们就干什么我们先临摹图形我们该是不是拿了三张图我们临摹图形然后再提取出来是不是我们提取了一个翅膀提取了一个啊是吧提取一个翅膀提取了一个那个呃那个处须提取了一个那个水壶是吧提取完之后我们是不是把图形排一排排排完之后再把图形内部给了一个轮廓 然后再把内部填充一下填充之后得到一个堪用的一个大概的小设计然后再把这个小设计啊最后升级是不是大概就这一套就走下来了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把这一套给你你去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一套你去实际操作一下是不是感觉也能啊走完走完全程只不过说走的效果可能就啊可能就没那么是吧理想那是不是就需要啊 进行我们后面的练习啊至于不理想的原因啊我们待会就一个一个的来说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除了这一个思路我们还有一个别的思路就是说我们去啊这个除了就是说临摹别人的图或者抓抓形的时候学习我除了学习他这些图形本身是不是还可以得到那个题材的提示和参考嗯比如说 什么叫有趣的点吗其实一般我们我们去看一张图都是去找他有趣的点比如说第一张图我觉得哎这个水龙头水龙头的水这个元素本身比较有趣啊或者说水龙头这个哎我就觉得这坝子还挺有趣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啊这个鸟这个这个鸟这个翅膀画的还挺有趣的我就觉得我就还蛮喜欢他这个里面翅膀这个元素然后这第三个我就觉得 哦这个这个胖胖的啊这个这个这个啊这个胖胖的啊这个这是他的一个狗狗胖胖的一个元素当然有毛毛是吧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我就用他们这个这些元素啊水啊翅膀啊这个水壶啊然后我要创造一个蘑菇出来我要画一个属于我的蘑菇是吧我要包含有上面的元素大概是不是思路就这么来的我就现在大家想我要有一个蘑菇 然后蘑菇然后蘑菇要有啊水流的元素啊要有那个翅膀的元素啊要有那个什么水壶水壶的元素啊那我们大概能组合成一个什么样的蘑菇呢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也可以通过就是你再去画别人的图里面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灵感然后来画那比如说这样的话我们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啊我可以是不是可以画成大我我大概画成了一个这样的啊我大概画成一个这样的啊我大概画成一个这样的 这样一个蘑菇带了一个水龙头的那个帽子但实际上其实在这里的话就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小真君然后哎长了一个翅膀然后身体啊就是这种啊带着用水流感觉的然后从一个像壶啊或者盆里面的东西长出来然后然后啊就在画的时候啊也是还是那句话注意节奏啊一切啊这个节奏是贯穿的 就是关于你整个呃做画也好啊或者说你构图也好啊就他一直是包含在你的画面里的就是大中小疏密啊或者说这种繁简啊你看我会有这种大中小然后再小然后小碎然后这个地方你看这边非常的锯齿啊有很多细节这边就非常的干净啊干净这边就繁 他就是这种啊它就是这种节奏你把握好的话它能从什么说呢从几何几何上面就底层底层逻辑上就让你的图好看起来这也就是嗯很多人很多人画东西的时候东西画不好看的原因大概就什么感觉的就是嗯你没有就是你又画不细 就是你又没办法把那个东西 它很真实 或者说很抽象的表达出来 或者说就是说你把它抠得很细致 让大家感受到它是实在的美 然后你又把握不到 所谓的那种底层的几何美学 它就很难好看 就很难好看 像我现在就是走什么 就是走 我可以不把东西画细致 我就让它有图形上的美感 图形上的节奏 然后它就能拥有一个还堪用的一个画面 它又堪用一个组成 它就能好看起来 你仔细看它也 就是我也没有很细致画这些东西 这些翅膀里面也都是图形 所以说做到这点 一方面做图会比较轻松 会比较轻松 会比较轻松 你会比较轻松 你现在说你上来你干的是什么 你干的不是说蘑菇 它是要怎么样的去抠细节 翅膀要怎么去抠细节 水流抠细节 你要做的是先把图形按照一个节奏 把它排好看 排好看了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稍微暗示一下 比如这个图形 我给它加一点这种东西 然后就可以暗示它是一个蘑菇头 然后这种图形 我里面加点这样的东西 我就暗示它是个翅膀 是不是 你只要稍微给点暗示 让它有点具体的意义 它这个图它就好看起来 它就能看了 它就很快就能出效果 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大家再注意一下 你看我画的时候 你看这边是一个翅膀 这边也是一个翅膀 你会注意这两个翅膀 它就是它就在我的画面中 因为我的需要不同 你看我要处理反解 我要处理反解 同样是翅膀 怎么样让一个翅膀 让它细节量多的时候能多 让它细节量干净的时候能干净 这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 就是翅膀的不同角度 不同角度 或者不同情况的翅膀 张开这样平躺张开的时候 它就可能有这种 比较复杂的细节和边缘和轮廓 它就能充当你画面里的 这种比较凡的图形 然后你同样是翅膀 你把它收起来的时候 它能拥有一样 这种很简洁的轮廓 它是不是就能充当你画面解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对翅膀的理解 我对翅膀知道 就是我知道翅膀在什么情况下是凡 什么情况下能变成减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要对翅膀进行研究 我只有知道了 我才能做到这样的节奏把扩 不然的话 还是那句话 你不然的话 你没有研究过翅膀 你不懂翅膀 你画翅膀都是这样的 你画翅膀都是这样的 那你画的蘑菇都是这样的 同样是同样的题材 同样的东西 你画出来是怎么可能就是这样的 撑死了 你还能在下面再加点这种缓解 你是不是怎么画成这样啊 就它是不是就是低阶版本 或者是一星的啊 一星召唤兽啊 是不是 他们是同样的是不是 也是同样的思想灵感 就是就会有这种啊 大佬和萌新就说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觉得啊 什么水壶啊 翅膀啊 蘑菇 这个想法真真真棒啊 真妙啊 为什么我画的就是这种版本啊 大家也不会觉得啊 我的设计很棒 其实有时候 有时候不是说你的设计不好 也不是说你的想法不棒啊 其实有时候啊 你的设计想法不是主要问题啊 因为就是不是 它有可能真的不是影响你画面好不好看的主要问题 你可能主要问题就是 你的设计和想法其实有一丢丢就够了 它真的很够用 但是他出来没那么好看 可能就是因为他走到了这边 他走到了这边而没走到这边 懂了吧 懂了吧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 哎呀 我没有想法 哎呀 我我不会原创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你的图形的等级 图形的等级限制了你的发挥 限制了你的想法 所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忘记把那个图找来了 但是我记得大家应该都看过 就是什么什么著名 著名设计师 著名设计师 叫什么 重画他女儿的设计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系列啊 我接那些当时还传的挺广的 重画女儿的设计 他女儿就几岁嘛 然后就画那种涂鸦就很平面 就真的是这种这种感觉的图 但是 设计师就就说白了 设计师就只是把它升级了一下 因为设计师他绘画功力好嘛 然后他他把他的这种平面给他做上立体 做上好看的图形 你就会发现那个设计其实非常的棒 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情况 是不是就那个道理 为什么同样的设计 呃 萌新化跟大脑化 它就是两种感觉 是因为设计变了吗 没有变啊 是是因为大脑设计好吗 也不是啊 就是因为啊 是不是就在这里啊 底层逻辑是不是就在这里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层给搞懂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够通过 对自己曾经的东西升级 你是不是就可以升级 是吧 是不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大家其实想法设计啊 都还可以的 或者说你也不用说很骚的想法 或者很很别具一格的设计 才能够当做设计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原创会有压力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觉得啊 是不是我的设计不够别具一格 是吧 是不是我还没有那么奇事妙想 其实不是啊 其实不是 其实大家要画那种很 属于自己的简单设计的话 有意丢丢丢 甚至像我这种最最简单的这种几种元素的简单组合 他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啊 去练你的基本功啊 练基本功 练什么 好 那我们接下来啊 引入我们接下来的主题 练什么啊 我们来一个个的突破它 好吧 一个个突破它 来帮助大家啊 就把这条思路理清了 你以后原创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的啊 然后首先啊 就说图形的排布啊 我们先从图形的排布来说啊 因为啊 你想想想想 呃 我们就不要说嘛 我们说它的底层逻辑嘛 是吧 我们不是说啊 我们先怎么样让我们的图好看 那不就是你 你的框框里面 我们设计是干什么 我们 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原创的话 这不就从你的框框里面 挑我们之前已经拟摸好的 或者是记住的记住的那些图形 或者说 或者说啊 我们退一万步说 你就是没记住 你就是记不住 你是不是可以找参考啊 假设我今天啊 你就是啊 也没记住 脑袋里杀人员 你就找三张参考 好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三张参考的东西里面 喜欢的东西拿出来 啊 你可以临时找参考 你没记住也行啊 你找三张参考 你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之后 它是不是就涉及到 你要把里面的元素进行一个排布呀 你是不是就把 行为这个排布和组合呀 这个组合啊 说起来简单啊 做起来难啊 为什么啊 别人的组合啊 比如说就 就经典那种摆进物啊 就啊 就就就 就人家的进物啊 人家的进物 就你的进物啊 你拿到三个瓶子 啊 你又梗的摆啊 梗的摆啊 梗的摆 摆摆摆三个瓶子 然后啊 旁边摆摆几个苹果 然后再再摆一个那个 那个小葡萄啊 啊 这是你摆的啊 这就有点像啊 你你拿到人家的图形或者是你的图形 你就摆成这样啊 但是啊 人家你一看隔壁啊 隔壁桌的那个同学啊 大佬啊 人家摆的啊 就就把这些东西啊 摆摆成这样啊 是吧 人家就可以摆成这样啊 就就会有一些啊不一样的组合 就就就就会有一种嗯是吧 就会有一种就是同样都是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摆就摆不好看呢 所以说啊 这地方还是那句话长节奏啊 我们这个可以练习 这个可以练习啊 怎么练习呢 就简单来说 你首先就是打开自己的摆东西的一个叫什么思路啊 思路 比如说给你三个正方形 给比如说给你三个东方形 你可以怎么摆他 你可以怎么摆他 当然你可以是吧 上个正方形都都平摆在这里 是吧 你可以把你拿的参考就这样平摊在这里 然后组成一个画面啊 这是一种摆法 是不是就不那么好看 可以怎么摆 你是不是啊 首先你是不是啊 大家都在一排上面是不是会有点单调呀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把他们的位置错开一点啊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去啊 甚至啊 你稍微把他们的间距拉开一点啊 间距拉开一点 是不是也会有点意思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或者说啊 或者说啊是不是还能还能把他们两个这样叠在一起之后叠深一点啊两个叠在一起之后和另外一个啊再放放在这边啊也可以啊这这样三个连串是不是也可以放啊是不是都可以摆而且大家注意一下你看还有这种这样的摆法的话大家注意看他的一个变化啊 就说同样就是说同样的就是说同样的就是同样的说同样是两个电串是什么样子的 你看还有这种导致看电串的ogy Part Simshot 你感受一下 他这样重叠之后 是不是跟这边就形成了一个大小的变化 就即使我们的三个方块都是同样大小的 你通过让其中一些方块重叠 是不是就可以人为的做出大和小的变化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主要面对的是要抓型的同学 或者说面对那些从练习中怎么样走到自己创作的部分 所以说这是构成的内容 但是我不会讲太多 这内容讲的话还是要听KDAR的构成课讲详细一点 我这地方会提一些基础的逻辑 我就提一下这个地方 就说大家不要急 然后这地方是不是我就通过 把一些相同的方块叠在一起 可以产生这种有大的轮廓 包括你看他他本来都是平的 这里还能产生一种凹凸起伏 是不是 这就是单纯通过摆就可以产生的一些节奏 你就说这些东西还其实 你觉得说 我为什么刚开始就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我不要紧 你可以就你看到之后你把它记住 我还是那句话就俗话说的好 好记性不如烂比头 你记不住你只要自己也画一下 哦 原来他们可以这样 那你以后你是不是就知道了 你也可以这样 你大不了你就直接用 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底层 是不是底层逻辑 都是图形 也不存在谁抄谁的 这东西是底层逻辑 不存在这种谁抄谁的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 所以说你就不用在意 说我用了这个 别人用了 我是不是抄行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大胆的用 然后是不是 这是三个大小相同的正方形 那我们为了做节奏 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上来就来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正方形 我们直接让正方形 大中小上面 就本来就产生区别 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你从你的那个兜里面 你的那个小杯楼里面挑东西的时候 你就挑图形的时候 你就注意 我挑一个大的图形 我就挑一个中的图形 我再挑一个小的图形 这样把他们三个作为一组 然后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摆 是不是 他是不是开始摆 是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摆 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本身就是 你又可以组合成各种形状啊 或者说他们的组合也好 你甚至还可以再组合出各种 本身就带有大中小节奏的情况 是不是就还挺不错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指导你 你平时该怎么去提炼图形 或者说你提炼很多图形 你该拿什么图形出来用 大家就这样的逻辑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画面了 你要怎么去做节奏 你要去做他的节奏 你要怎么做 大中小 苏密啊 就你别的不会 你把这几个记住 你把它做出来 其实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这个地方啊 我有一个小例子啊 再举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看看人家是怎么升级一个方块的啊 这个地方 这个图还挺有意思 我把它找到了 我把它看啊 大家看一下 你看 他这个是教你画素的 但是我们啊 先不看他的数 我们就看他的方块 你看 先从一个平面的方块 是吧 他升级成一个立方体的方块 然后从一个立方体的方块 立方体的方块 然后他他在什么 再在这个方块上面挖大中小 凹出起伏 然后又得到这样的一个方块 你看这这这这两这这几步 你看这个方块 是不是就感觉比较高级了 这个高级怎么来的 是不是就是你做的节奏啊 什么节奏啊 什么大中小啊 苏密啊 起伏啊 是不是就这些 而且他还没有曲线 他还只是全部都是直线 还都只是直线做出来的 结果相当说他怎么 其实练习啊 练习这个东西 其实就跟CSI的原理是一样 你需要一点负重啊 你需要一点负重 怎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给自己限制 对我记得那个谁 那个那个 我记得是不是K大了 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 库拉皮卡 库拉皮卡的那个记人啊 制约与制约啊 当你有了制约之后 你有了负重 你有了限制之后 你就能发出更大的威力啊 你看 你通过啊 纸限定 你用C C曲线 S曲线和I直线 你就可以啊 自己人为的去控制节奏 像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只控制啊 只控制那个 只控制你用直线 直线去造节奏的话 那你没办法 那你只能通过这种 专注大中小 专注啊 这种凹凸起伏 来做他的节奏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在练习的时候啊 就不要乱话啊 总结啊 不要乱话啊 那乱话打妹啊 乱话打妹啊 不要乱话 乱话打妹啊 所以说你要负重啊 你要负重给自己限制啊 你要给自己限制 你要有目的啊 有方向的去练习 才是有效练习 不然剩下的都是摸鱼 本身下都是摸鱼啊 没有方向 没有目的的练习啊 都是摸鱼啊 都是摸鱼 墨鱼也行吧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说摆啊 摆摆摆摆摆 摆摆摆 摆一个这个图形啊 是吧 你把这个图形摆好 是不是就差不多 就有一个堪用的状态 等等啊 我把那个 就这样 是吧 我们 就说我们先拿到了一个画面之后 拿到一个画面之后 是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简单的摆出一些 这种还比较堪用的这种画面 其实啊 其实有一说一 你在摆的过程中啊 已经就涉及到构图了 其实已经在涉及构图了 但是你不用想这么 你不用想那个 那么复杂 其实你在摆这种简单几何图形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在构图 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 就说 大家一说构图 一说大佬的分析 他们的图都会说什么黄金螺旋 或者说一说啊 大佬的图 你看啊 他这外面有个很大的圆圈 中间的人物啊 是一个长条形 然后这下面啊 又还连接了一个三角形 所以说啊 他这个构图啊 好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是不是 这些其实在说什么呀 他是不是就是在说图形啊 图形的摆放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东西啊 图形的摆放啊 只不过我这地方 我不会展开说 我不会展开说 但是啊 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 就是说 你会摆图形 其实你就应该会一些初阶的构图了 我不会展开说啊 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观点 观点 那么啊 我们问题来了 就说 我们如果摆好了这个之后啊 摆好了之后啊 那就出现我们之前的啊 我们之前的问题 我们能把它摆好看 因为这种东西啊 可以反 就是可以反复利用了 就是一个好看的几何组合 因为它是纯图形嘛 图形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图形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就是你可以摆它 摆好看 摆大中小 是吧 摆大中小 摆树密 摆好看的这种基础几何图形的结构 它其实就那些 或者说 不会太多 也就是说你其实你不会摆 你背都可以背基础啊 有点像背公式的感觉 有点像背公式的感觉 就是说对于 对对对 剪影大中小 它就是节奏的基础啊 非常的好用啊 就是很很底层的东西啊 但是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就说你实在笨啊 你实在没有那种灵性 你去背它 你去默契它 觉得你今天就记住啊 中间一个长方形 旁边一个圆形 旁边三小形 这种三种主意 这么摆还行 就这种感觉 或者说就大家就看了 看了一个方形 方形旁边跟点小方形 跟点小方形 这边再跟一个方形 是吧 这边再跟一个方形 是吧 这种东西是不是也还开用啊 也还开用 就你可以就这种东西 甚至说你要怎么去学习呢 你去拿人家的图 对对对对 这这这这 这我们就讲刚才的最开始的啊 这怎么学习 你看已经有同学在学习了啊 你看有这样的同学啊 对拿这张吧 你看拿这样子怎么学习 你看拿我 我如果不会的话啊 是不是我之前就想 你看啊 我我我把他这个啊 他是怎么摆的啊 他在这里摆了几个这样的图形 是吧 他人家已经啊 人家的效果已经给你摆好了 你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你可以这样摆 摆好 当然你不要说他画的是树 你也跟着拿这个去画 那那就是 那就是不会变通 你可以画点别的啊 是不是画点别的啊 比如说你看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是吧 这这这这个的 是吧 就这个都已经给你摆好了 他已经摆好了 他已经摆了 是吧 他已经摆了这样一个大的 然后再摆了一堆小的是吧 摆了一堆小的 他还可以给你已经摆好了 他画的是这个绵羊 各种绵羊堆在一起 你拿这个是不是可以画点别的啊 你是不是可以画一个是吧 比如说一个桶子 桶子幽灵 啊 桶子幽灵 啊 桶子幽灵 然后他周围放了很多葡萄 他是要亮葡萄酒的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 然后桶子的话可以有什么啊 如果要亮葡萄酒 还没有吸管 然后你稍微啊 稍微改变一点啊 给他一点什么小伞啊 是不是啊 你可以用同样的构图 画出不同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不要太死了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应用的话 其实就是这么应用的 就是你可以怎么去学人家的 就是说怎么去找到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 那个图形的组合啊 摆放 你就这样去抓 其实你只要认真观察 像这个同学也是 他很认真地观察 他看到这张图 他觉得好看啊 又幻雄老师啊 幻雄老师N杀了啊 你看看他这张图 你觉得好看 他怎么还是 你看有一个大的 然后小的 然后又小的 中的 然后又这样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摆法 你看他是不是就这样分析 他就一点点分析 你看这个同学 他是真的非常的认真啊 非常认真 他就这样一点点分析 然后这样去摆 包括这下面的这个图形 是不是一个三角形 你是不是就这样摆 摆他 你可以得到 其实你拿到这个版本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别的了 就这个版本 其实就是一个图形的摆放的一个 你需要 你可以用的 这个就是你 你可以用的一个部分 然后你后面的你可以接着接着画 就是你要只看图形摆放的话 你可以只抓到这一步 甚至说就是说墨写的话 我大概我主要可能会墨到这个阶段 我会墨这个阶段 然后甚至里面的东西再稍微细一点 稍微再细一点就好 就这种这种组合 我会把它背下 因为这种组合真的非常的实用啊 非常实用 为什么实用啊 我待会就就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种东西很实用 有些图形说 这有什么用啊 就我我今天把这个画完 那我还不是只能就画这些布料啊 这就是画这些布料啊 我还我可能画完这还是跟他一样的 我还是一样的 我我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就啊 还是没没啥用啊 没啥拼用 这种感觉啊 这个地方就涉及到啊 是吧 就我们是要下一个部分 是吧 你有了图形 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图形 填充这个图形啊 填充这个图形 让这个图形赋予意义 赋予它意义 是吧 就就就就就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啊 就就放了这这假证 我们还拿这个举例子 放了这这这个东西在这里 那那你你 你要拿这个东西底层去做一个图 对啊 可以可以的 就替换不是替换元素的话 你甚至连他的趋势线 都可以试着走一走啊 你看 你拿了这张图之后 那你要做 你要你要替换的话 你要想想 拿了一个方块 你能想到什么 我就问你们 拿了一个方块 你能想到什么 如果你的脑袋里面 啥也没有 或者说你的脑袋里面啊 就就就就 就真的去全是一些方块形的东西 那比如说你能想到书本 啊 想到书包 啊 想到什么 什么电脑机箱啊 什么的 如果你只能想到这些的话 那你可能就 就就没办法 你就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 没办法那个 去做到一个比较优质的内容 或者说比较一个进阶的 进阶的那个 那个画面啊 来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东西啊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 来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这个地方我们来从这个地方来切入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切入 嗯 嗯 我们来从这个地方切入啊我找一找 啊这个来我们从这个地方切入啊 比如说我现在画了这几个图形啊画这种其实这几个图形啊我是 我是我是通过通过这个东西啊通过其实我是找了两套图形然后把他们的轮廓给描出来的 然后你来看一下 现在啊有这几个还比较基础但是比较好用的图形啊这个地质形 然后这个这种这种带轮廓的三角形 然后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你感受一下这几个图形如果让你来想你能想到什么 啊我说我其实这几个图形我是对着人体描的 啊你信吗 啊我说这就是人体描的啊这这应该是很明显但是你能不能想象啊这是哪几个动作能想出来吗就是图形有大家会想啊 啊地地地啊我地应该怎么样画人体啊来来来来我举个啊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哎我也觉得比较常见的啊这也是比较常见就是有图形的啊 我要画人体啊是有地啊听说是地哎站直手伸出来啊腿伸出来啊 哎地好看吗不好看啊啊地也行啊人站直头发一飘好看吗不好看啊啊是不是这么感觉啊大家是不是很多时候就这么画啊是不是啊就是就是比较低阶的图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跟你说画鱼画画鱼 画鱼好我说你这个鱼啊不够高级要有图形感要有图形感要有取值对比啊你说好哎呦好啊我也画一个有图形感的鱼啊取值对比啊然后他就画个这样的鱼啊两者可能就可能就没那么啊没那么有用啊就变化没那么大啊变化没那么大啊就啊是有图形感了有取值了能比上面一条鱼啊就变化没那么大啊变化没那么大啊就啊 有意思一下啊有意思一下啊能比上面还确实要好点啊要好点啊但是也就这样了啊也就这样了啊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说你要让一个东西自然的去贴合图形 而不是说硬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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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它是一个自然的图形不是硬啊啊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啊揭晓一下答案啊这是K大的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KKK大是怎么做的这几个图形啊你看啊你甚至都很难想想到这几个动作对不对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对对这种人体啊他的各种角度可能的轮廓的可能性就K大他进行了一个很深入的研究啊很深入的研究你看他怎么做的他甚至是这种哎人啊他腿伸直往后仰手伸直你看这边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曲线投在这儿然后把 把这个脚往前伸然后把这个脚让他透视在这里哎你看是不是一个地让你再看他自不自然是不是非常的自然就这种东西你要做到什么就是要自然啊自然自然你看这个他有硬扭啊没有啊就是一个人哎你看是不是这个透视的角度他堆在一起他可以堆成一个这样的图形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啊然后你看这个啊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弱扭啊 自然啊自然啊自然啊你看这个图形啊人背带背后然后伸出这个腿然后组成的这个图形是不是他他有没有他是不是就没有硬哦我其实就想说就是没有硬哦你看这个是不是也是做了一个地是不是也是做了一个地啊啊你看是不是就非常弱扭啊就人体啊其实就是说不管是人体也好各种物体都是一样的 他都可以有在某种很自然的状态下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有图形感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你没练过你肯定想吧包括这这一张是吧这一张你让我去想我也想不到因为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太太太太进阶了就就一方面就是大家也不常话 但是他也确实是能做到这种图形就如果你你你你你练了这个对就是积累说这个东西他真的是一个要漫长的积累的过程而且他是要什么是要专项的练习 这是我刚才讲的你要练过练过某种东西比如你要画鱼你要去专门去画鱼你要画那么十条八条鱼的各种状态 比如像K大练人你就练人的各种状态角度动作你才有可能在他们不同的状态下去找到这些图形的可能性 你看同样一个地K大他就这还只是我随便翻的这几张他他能找到好多好多好多就是各种各种一样的动作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可以完完美的去做些这些动作所以说你只有专门去练呢啊包括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说什么东西叫你绘画你绘画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专门去练比如说哎这个事情还没完还没完比如说啊还是这几个图形难道这几个图形我现在摆在这里 他就只能是这样吗他肯定也不仅仅是这样啊哎我把K大这个人再关掉你再感受一下啊还是这几个图形 你看图形他没变他就是最基础的这几种图形图形没有变他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但是他还是不是有他是不是还可能是别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摆完图形之后没有想法或者说画的东西很不自然原因就是你看到这个你就只知道他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还可能是别的东西就是你的积累太少了你的积累你的框框里的东西太少了你想不出来所以说你其实想不出东西你不是说你你没有设计感或者说你没有灵感而是你积累物件或者说你去专项练形成太少 比如说我现在再举个例子我要把猫猫塞进去啊我刚刚看有人说要把猫猫塞进去好我现在如果要把猫猫塞到这几个图里面去应该怎么塞 还是猫猫还是这几个图形我现在把猫猫塞进去怎么塞啊是吧那你没有练过猫猫那你肯定就也塞不进去或者说啊或者说 我都开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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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啊 哎没办法啊猫猫你只能委屈一下了我想不出来我只能这么凹你了啊猫猫啊委屈一下吧猫猫啊你是不是可能就只能这么去凹了啊没办法了啊是吧 你是就就就就就有时候啊你是不是没练过你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该该怎么塞啊 你看啊这个是我从一组人家练的一组猫猫的图里面我抠出来几张就可以马上可以塞进去 你看是不是还是人家你看这个猫猫是不是就非常的非常弱自然 你看这些形态你看这些形态是不是都很自然就做到了是不是啊 所以说其实啊我说我讲我举这个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说 你要去真的去练习他你要去知道他的各种形态 甚至就有就是他确实会有那种形态他不那么好看 但是就是有那种形态他没有那种美学的节奏 所以说那些形态你就要避开你不要真的什么形态都去练 他可能比如说有时候猫猫那种大字他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啊 你就不要老去练这种不太好看的那种状态 你去练成好看的不然怎么说就有的就是为什么有的说 你拍照啊你拍照啊你拍照叫照片人家拍照叫摄影啊 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 照片就是我只是记录我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 摄影是干什么 他是要对他画面里面的物件的摆放啊或者说状态啊 他所处的形状是有一定安排的 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所以说你就是要去你去多练习一点啊 叫摄影的东西啊不是练照片的东西啊懂了吗 就是这种意味他他需要有点刻意的 所以就是他刻意又不完全刻意 就是他让猫猫刻意摆成这种就是刻意找到这个角度 但是猫猫有没有这个角度又久 他又刻意中带着自然带着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啊刻意中带着自然 所以说啊你看我把这个整体的这张猫猫图 就是人家练的一组啊 人家练的一组 人家练的一组猫猫图啊 你看人家用笔是不是也是csi的轮廓概括 猫猫的身体表面是不是应该也是比较很多凹凸起伏 你看他是不是就csi的感觉抓的就还挺不错的 你看csi这种概括啊 这是csi吗 找节奏啊找节奏啊 你看他是不是有所以说就类似于这种你看 甚至你看这只猫猫啊 你看啊我现在让问你啊 长方形你能想到什么啊 我现在就能啊是吧 能想到什么我能想到猫猫你看 是不是啊你就不要长方形 就老只能想到一些书本啊书架啊 那些本身就是长方形的东西 啊这个猫猫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个猫猫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说你在练东西的时候啊 你看是不是啊 这个猫猫是不是也可以是长方形 所以说就 是不是就是他有很多可能性 你不练你是不是就不知道 所以说练习 大家大家下去做练习 一定要注意专项的练习 嗯 其实是啊 用k大的经验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能画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能画的东西太多了 能画的东西太多 你没必要说什么东西都雨露均沾 啊 这个水太深你把握不住啊 这水太深你把握不住 所以说我建就是建议啊 你就是叫什么 练一样 练一样 得一样 然后用一样 然后再练一样 再得一样 再像是什么 求稳 求稳啊 求稳 就什么 就是你不要说 因为很多人他的练习 老感觉没有效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每次都东练一下 西练一下 你今天画了一只比如说这样的猫 然后明天画的一个啊 的这样的人 是吧 有明天又画一个这样的人 然后后天又画一个这样的蝴蝶 外后又画一个这样的鱼 你每一个东西都只画他的一种情况 或者说很少的一种情况 你就很难去理解到这个物体他的图形的可能性 所以说你在用的时候就很难用 你在用的时候就很难用 所以说你就就就就 但是你说他他练习到了没有练习了啊 对这个有点像什么 就有点像你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有很多技能条 你有很多技能条 你有很多技能条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穿透啊 这个什么穿透啊 法术啊 什么剑术啊 什么画力啊 什么画技啊 然后啊 什么体格啊 他都是要升满 然后现在都是LV1 升满到LVR 然后再往后升 你每一个都在这里练一下练一下练一下 你每一个都不升级 你就是你你怎么不升级啊 你怎么不升级啊 你你是你总共练了一圈经验值啊 你总共练了一圈经验值 你把这一圈经验值均匀的分配到每一个里面 结果导致本来你一圈经验值能把 比如说能把你的法术 能直接连升三级 甚至连升四级 能有四阶法术来放 结果你一圈经验值全部分到各个地方 你还是全都是LV1 你是不是觉得你为什么没有变强啊 你你自己问问你为什么没有变强啊 有点这个意味啊有点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啊你可能说你再练一练 他他这个就会有点什么就是 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才能看到效果啊 你这种练法的话 就比如说呃人家假设人家一圈经验值上来就专攻法术 他上来就是LV4的法术法师 然后他他出来你一圈经验值你全是LV1 你就跟他比也许就没什么优势 但是如果如果比如说两千或者三千或者四千经验值 你刚好能把每一项都升到LV2 也许这一个套路啊 他也许有一种新的玩法 也许他比较强 也许比如说他LV2人家四千经验值 也许是一个满级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七级的法师啊 其他都是LV1 你是一个全铁LV2的号 也许你会均衡性比较好 你在LV2的时候能看到一些比较全面的效果 但是你跟人家LV7的法师比 你是不是就有一种不太不太出效果的感觉 就有一种我好像进步了 但又好像感觉不出来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情况 原因就是你把你的经验值分配的太散了 你没有专项去练 就有点说你会画猫会画蝴蝶会画鱼 但是你每一个都只会画一点 比如说你只会画猫的这个形态 你只会画鱼的这个形态 你只会画那个形态 你画一个形态就画不了了 跟一个你把猫全部画了这么多形态之后 你能干什么 你可以你每张图都是画一个美少女 是吧 你每张图都画一个美少女 然后你是不是就可以在他周围添加各种形态的猫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摆你的图形了呀 你摆完那种大中小图形 每个图形你是不是可以塞一下各种形状的猫 很自然的就摆在你的画面里面 是不是有点那个意味 然后你这张图堪不堪用 你是不是会哦 人家说哇你猫这个画的哦 你的猫画的好生动啊是吧 然后摆在里面好好看啊 是不是很好看啊 你下次是不是又可以画一个还是这样的 虽然你就只画猫 但是你一张画面里你总共能塞多少东西 其实也塞不了多少东西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只你反正也就只能塞这点东西 你是不是有点像就是那种像面子工程一样 你只要把你有很多张纸啊 你只要把最上面的这张纸把它搞尽量的搞得好看一点 你下面的纸其实等级低一点是不是也还好啊 反正你也没画是吧 就像K大他以前也说他最开始就是专精鸽子 他就是画各种鸽子 他就在画面里就大家就说他就说他大家就关注他的图 他的图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形状的鸽子啊 他是干什么 他就是上来就专精鸽子嘛 他就把鸽子画的很多很多 鸽子的各种形态各种图形他都可以有 然后他就在他的他的画面里全都是各种鸽子 然后你会觉得哇他画的好好啊 但是他反正他只要比如假设假设他不会画鱼 他一画鱼就是这样的 但是只要他不画他就没有破绽 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你就是一样的道理你下去 就是大家下去之后再安排自己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你今天特别喜欢蝴蝶 你就去找蝴蝶的照片 找各种蝴蝶的那种很细致的蝴蝶照片 你去专门研究你去CSI归纳他 你去找蝴蝶的各种角度啊 各种形状还有还有闭合在一起的啊 是吧你去把他各种形态各种角度啊都给他领一下 你就成为一个蝴蝶拿人 你以后你画东西是吧 你不会画猫不会画狗不要紧 你会画蝴蝶是吧 你可以在比如说你画一个人 然后就他周围是吧 加上各种形状的蝴蝶 是不是也也挺堪用的 然后哇你的蝴蝶画的好微妙 甚至一群蝴蝶怎么画 还可以在画一群蝴蝶啊 是不是也也不错呀 是不是也不错啊 是不是这张图也比较堪用啊 是不是那种感觉 我会画蘑菇啊 我就画各种形态的蘑菇啊 然后我的以后画面里啊 是吧 就到处都是蘑菇啊 是吧 是吧 就到处都是蘑菇啊 是不是啊 就把蘑菇摆在上面啊 就也可以啊 是不是也堪用啊 是不是也能丰富我的画面 是不是也堪用 所以说你一定要学会专筋 不然的话你想想 你只会画几种形态的猫 那万一这个猫啊 然后放在这里它不合适怎么办 啊 你这里画一只鱼 你这里画一只鸟 而且它原式又不统一 就会显得画面又很杂 所以它其实就真的很不实用 你知道吗 很不实用 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练习一定要专精啊 一定要专精啊 一定要专精啊 啊 这就是啊 这一块啊 我们来接着说 是吧 而且就是图形的可能性啊 对啊 我记得来说一个屌图啊 你看这个啊 我说一张屌图啊 你看这个啊 今天逛水巡舍看一看 哎呦 有道理看 是吧 一个图形它有什么可能性啊 你看啊 你侧面看它是个点赞的手 啊 你把它转一转啊 它是不是可能 哎哎 不对起来了 它是不是可能是一个握着枪的手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 是吧 你看到一个图形 你的想法有多少就决定了你的灵感和设计啊 所以说你看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在教你们怎样去扩充你们的想法 这不就是灵感吗 你看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突然感觉哦 这个东西它可以是什么 这个东西可以是什么 这个可以是什么 这不就是所谓的灵感吗 这不就是灵感吗 所以说灵感也是 灵感也是可以练的 就是说灵感的东西 可遇不可求 但是那种真的非常非常独具一格的灵感 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 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 就是比如说LV10的灵感啊 这种全无古人后来的灵感啊 他真的非常棒啊 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那种灵光一现 但是你可以做到一个LV5 或者一个LV6 一个及格的灵感啊 你及格的灵感是可以稳定产出的 怎么稳定产出一个及格的灵感呢 那就是那就是你 你对一个图形的发散思维吗 就像一个图形 是吧 他可以是一个猫猫 是吧 还可以是不是一个站着人 或者什么样的 他是不是就是你只要能觉得他是什么 那你是不是就等于说你就有想法了 你能想到他是什么 这个东西本身是不是就是你的想法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化了 是不是就是可以开化了 所以说这东西他就是可以积累的 所以说有些经常说自己没灵感啊 说自己是不是没天赋啊 这东西都没必要啊 就也许能做出LV10的那种 那种设计的人 他确实是要有一定天赋的 但是啊 大家平时并不需要那么高的设计天赋啊 大家LV6就已经够用了 已经够用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怎么样 从你的你的你的基础练习你的抓行你的提取你的这一步一个脚印里面去升级到你的原创 现在我问出这个问题的话 大家能不能给我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的啊 这些东西嘛 你的基础练习你的抓行你的临摹你的背你的墨写啊 你的那些线条练习是不是就是为了做找图形找积累找一个物体的各种角度各种形态啊去研究透一个图形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图形在摆放组合 是不是就有个堪用的画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再转化成你熟悉的那些是吧 那些那些物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政治都不是说只是设计的 你是都已经能做出一张插图了 都做出一张有构图的插图了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啊 有时候啊 这东西一旦串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哦 我画基础练习就很开心 就是你一旦把这个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啊逻辑啊 你给他顺清楚之后 你在画基础练习的你就不会觉得枯燥了 你就会非常有动力 你就会觉得你画的每一笔 你的每一个练习都是可以通向这个原创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玩 就像你说的 你想想 如果你的积累变多了 是吧 你以前是画的那些是吧 很平面的设计 虽然也许想法还不错 但是会被人家大脑拿过去 画完 然后就变成他的东西了 啊 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这个地方啊 其实圈子里还挺多 就是有这种就有点撞设计的感觉 但是有一说一样有时候这种东西吧 就是就怎么 就是说撞伤不可怕 是吧 谁丑谁尴尬啊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 撞伤不可怕啊 谁丑谁尴尬啊 所以说一定要一定要把自己的基本功啊 图形图形感啊练上去啊 这样的话就是说 即使啊 在有些地方啊 一些设计点会比较相似 但是啊 你只要够高级啊 你只要够高级啊 大家根本不会就就就就这个东西啊 他是可以啊 就是说他是可以啊 让你的图更能打啊 撞伤不可怕啊 谁丑谁尴尬 就类似于大家都画那个啊 就大家还记不记得都比如说有时候 一个梗图比较流行的时候 比如说之前啊 之前画那种什么水冰月啊 之前画那种什么水冰月啊 大家都在画是吧 是吧 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啊是吧 画的好看的是不是就转发又多啊 谁丑谁尴尬啊 就画的不好看的肯定就会稍微差点 所以说同样个东西 但所以说当你自己积累上去之后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那个把别人你觉得那张图还不错啊 你直接拿来啊 把他的图形升级一下啊 图形升级一下啊 给他画出一个好看的图形点 然后再把这个单独啊 再加一个我之前说的是吧 特色啊 角度一换啊 是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堪用的画面了啊 是吧 甚至你把他那个画面换了角度之后啊 已经就说就说那个怎么出景啊什么的 其实就已经跟你没太大关系 你就多花点心思的话 其实啊参考要会参考啊 你不能说你每次参考完你只能照他抄 那肯定是不得行的啊 你怎么样去利用好一个参考啊 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堪用的状态啊 不是说被人家就是太其实你画的太像也就是说明你没有把它提取的更底层的逻辑啊 是吧 你是不是就是吧 就那种啊 什么东西会专门讲这些东西啊 K大的那个构成课啊 构成课其实就讲这些东西了啊 构成课就是讲这些的 就是讲啊图形啊 线条啊 构图啊 然后怎么优化你的画面啊 线条啊 等级啊 就提升你升级你的图形等级啊 其实K大的构成课只要讲这些东西啊 还升级你的画面啊 所以说我这地方只是潜藏则指讲了一些啊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讲太多太深 所以说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要去K大那边啊 专门听K大讲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里了啊 然后 然后我们来接着说说 看后面最后啊 我现在讲差不多啊 说啊 看啊准备丰富推行的内容啊 就我们说啊 就是说 呃 其实这地方我还可以再讲 因为除了说说丰富推行 我们除了我们之前说 除了我们说啊 除了我们说 就是说你真的去积累 积累了一个一个 比如说猫啊狗啊 他们的各种角度 各种情况 各种可能性的 呃 那个角度 你可以画出符合一个图形的 那个呃 自然状态之外 你还可以有什么呢 是不是就有可能就说 呃 再底层一点啊 抓节奏吗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正方形怎么摆 你现在画一个正方形 是吧 你给你怎么把它摆好看 或者说怎么把它是吧 加一些图形 让让这个正方形比刚才的 要高级啊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 就是你如果在这一层 就觉得 人家觉得 哦 这个好像还不错 那你其实你只要内部 稍微加点暗示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乱化了 乱化了 啊 就感觉好像还可以啊 好像还可以 啊 这这个这个画面好像还可以 就 你已经有了这个画面之后 其实就做什么大中小嘛 大中小 书密 你稍微摆出一个图形来 这还可以之后 就有了轮廓啊 有现在有轮廓之后 你只要稍微给点暗示就行了 比如说啊 比如说 我现在就就还拿蘑菇来说吧 比如说蘑菇 那是吧 这里是个大蘑菇 是吧 这里是个巨大蘑菇 然后这里是个小蘑菇 然后这里是一个啊 从上面来的一个 是吧 飞起来的一个蘑菇 然后这里是一个小蘑菇的组合 是吧 就你稍微给它一点内部的暗示 它是 它能被人家识别到是一个东西 它就可以用了 它就是一个还比较堪用的状态 所以说你要做画面做设计 就是说你把底层的东西给画好看了 其实你后面就比较轻松 你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 啊 像像像像那个kk大这张图 k大这张图 那这张图啊 也是比较啊 比较图形感比较强的 这张图也比较强 你看 你仔细看啊 就你虽然乍一看 你觉得哦 这张图哎 好复杂 好高级啊 好好牛逼啊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啊 能画得明白这种图 其实你仔细看这种图 你看它的轮廓 它虽然很复杂 你看它的复杂 是不是都在内部 你实际看它的图形组合啊 你看它的图形组合 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 你直接描的话是这样子 你稍微再把它概括一点 它实际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方方块 然后一个三角形 然后下面再加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说啊 它有可能最开始 它就是哦 这样的一个 它是看见哦 这样的一个图形组合还挺好看的 那我可以把这个图形组合 变成什么样呢 你看它是不是就给它暗色的内部 再一分啊 分一个什么骷髅头啊什么的 这就是啊 K大个人的那个对于物件的掌控啊 他可以把这种图形 就轮廓保持这样的状况 还能把内部画的这么有 又有立体感 又有丰富感的物件 你看 它可以画出这么多东西 这就是啊 怎么升级啊 这就是啊 这就是要升级啊 这是它的积累啊 这是它的深厚的功力啊 这就是深厚的功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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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同样是这个图形 同样是这个轮廓啊 文化的或者说啊 普通文化的啊 就是啊 比较简单的东西 但是你给K大 或者给这种比较大脑 它积累的多 它能对这些图形进行更加高级的优势 它就能做出啊 这样的画面啊 所以说实际上 它最开始的这种设计底层啊 就不会说很复杂啊 是吧 但是你要往后继续 但是越往后 就越越需要你的积累和功力啊 所以这地方就说一下 就说啊 虽然就是听起来很简单啊 我就想说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啊 简简单的 但是你想做好啊 就也没那么容易啊 因为是吧 就是说你做一个比较堪用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啊 然后你要做一个比较真正高级的东西 那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啊 付出一定努力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啊 捉鬼啊 勤快起来 专项练习练起来啊 积累练起来啊 抓行练起来 墨写练起来啊 这个地方啊 所以说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就先啊 就说到这里了啊 其实今天差不多内容啊 已经有讲到这里了 我再来看一下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内容讲到这里了 就是说 嗯 其实最后还剩一点点啊 就是说 就是说再高度概括一些的那种 纯图形感的东西 就带有图形设计感的那种东西的话 他就会有比如说 比如说像那个 其实像比如说那种汤姆猫啊 嗯 像以前那种汤姆猫这种的啊 他就是把那个猫猫啊 老鼠啊 汤姆Jerry啊 塞到这个 这种方块里面 比如塞到这个奶道里面啊 塞到这个保龄球花瓶里面啊 他把这个手这种花瓶 这这种东西还保龄球里面 就他可以把这种 物体完全塞到这个图形里面 然后包括这种狗狗也是那种高度图形化的狗狗 就是有这种情况 就这种图形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说做这种练习啊 你看 比如说方块啊 我要把蘑菇塞进方块 我可以怎么塞 我可以这么塞 塞一个大蘑菇 然后下面塞很小蘑菇 然后一个圆形的怎么塞蘑菇 圆形的我可以啊 这样到中间分开一点 然后塞一个这种圆形的棒 然后这样的蘑菇 然后这种三角形 是不是还有三角形的蘑菇 然后给他组一点这种组合 是吧 然后包括如果塞小蘑菇 塞狗狗怎么塞 是不是这种形态也算是一个比较 狗狗比较自然状态 是不是 就这东西就真的就一方面靠你的技能 再方面就是这种练习 完全图形感的练习啊 也是可以做的 可以做 当然吧 这个汤姆杰瑞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啊 他就属于那种啊 这种纯变形啊 纯变形啊 这种感觉 有点那个味儿啊 基础练习抓型简单版啊 有点那个味儿啊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开一下自己的可能性啊 都开一下自己可能性 然后啊 这这这这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一些内容啊 所以说啊 最后啊 最后给大家做个总结 给大家做个总结 就是说我们平时啊 就是基础不好 或者还有想进步的人该怎么练习啊 我们今天啊 我们今天都要做讲什么 我们就说 我们主要啊 主要要做创作啊 或者说做抓型啊 CSI啊 主要就是要做啊 临摹和分解 从组啊 临摹分解再从组 我们主要就是这个是 但是 临摹分解那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是吧 我们呢 其实我又看看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今天啊 回顾一下总结啊 我们就举了个例子啊 啊 我们把他们各种图形摘出来之后 然后拼贴一下 组合成一个新的轮廓 然后再用新的轮廓 我们补充一下内部结构 补完之后啊 我们再把它通过 比如说给它转角度啊 用透视的方法 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啊 给它变成个更高级的状态 然后拼贴的时候啊 也用了这种大中小啊 这种节奏在里面啊 这是我们原创的一个过程 就是从通过从临摹练习 到自己原创的一个小小示范 是吧 通过这个示范 我们就会说啊 那既然是啊 就要通过这种分解重组的话啊 其实它就涉及两两条两条路线 首先分解的话 我们就设计图形 重组就设计组合 那么设计图形的话 图形就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分解完了有很多好看的图形 但是那些好看的图形是吧 它到底要怎么样变成我们是吧 熟悉的那个 就变成更高级的好看的内容物体 是不是就要变 就要我们去对各种物体进行钻线练习 找到图形的可能性啊 是吧 还有之前我们讲过的啊 K大的那个人体的啊 K大的那个人人体的轮廓 是吧 你看同样是这几个简简单单的图形啊 K大可以用这么是吧 这么自然的几组人体来给它概括出来 或者说有猫猫的是吧 猫猫的那个轮廓也可以去做 所以说图形它是这几种基础图形 但是它的可能性是有无限种可能 所以说如果你能就也就要审美吧 你审美的时候能直接审这种审这种很基础图形的美的话 也能够帮助你更快的去理解什么叫美啊 理解美学啊 就你再看一个话 以后你们再去发鬼的同学 以后你再看去半鬼同学 他们的话 你觉得好看的话 你可以去观察它 它是不是有那种好看的图形在里面啊 好看的图形组合在里面 有好看的大中小节奏在里面 你可以去开始去关注这些内容 如果你去分析一下 原来就是它大中小做的好 它的图形做的好 它的底层几何做的好 这些好看之后再包括它的图形 转换成物体的能力又好 所以它就是美井上天花啊 美中美上加美 是不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能把这种底层逻辑的美去 开始去感受的话 你自己去画画的这种是吧 审美也能更上一层楼 所以说这是这个图形啊 这个图形的升级版本啊 就所谓说就是你要去做专校练习 就专校练习 然后从组呢就说你组合 组合就我们开始说的说啊 三个正方形怎么摆是吧 三个正方形怎么摆啊 该怎么摆什么 就掌握节奏嘛 其实节奏就是有大中小 什么书密是吧 那那那这三个图形放一起 它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大中小呢 是吧 首先这个间距是不是可以做大中小是吧 这个图形的这种高低差 是不是也可以做大中小是吧 我可以跟它是吧 插的这种高度啊 是吧 插的高一点低一点 是不是也可以做这种错开的感觉 是不是也有大中小高低 然后是吧 然后在他们那种啊 叠在一起轮廓啊 也可以做大中小 所以这个是大的啊 是吧 这个是小的 是不是也可以做 所以说节奏无处不在啊 大家就是上一节课讲的内容是非常的核心的 所以说上节课的内容非常的多啊 所以说如果有还没有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有没听过的 或者说还听听完之后 还感觉不是很深刻 可以把上节课这些讲节奏这一块再去听一遍啊 因为那个节奏是真的贯穿你自己画图的 它是一个底层的美学啊 是底层的一个就是说不说美学 就好看的底层逻辑啊 好看的一个底层逻辑啊 就更加基础 你说一个东西好看啊 就像人家说的奈何五倍没文化啊 一句卧槽行天下 就说卧槽好看好看好看 太好看了 非常好看 让你说一个人说不出来 你现在就可以说他为什么好看啊 比如说啊这个什么精致的夸夸 比如这张图啊 这张图啊这张吧 这张啊 一说啊啊他太好看了 为什么好看啊 因为你看啊 他有这种大中小的组合啊 他的图形感非常好 然后就说哦 然后他的这种大小关系 树密排的非常的好 他这种CSI线条用的很流畅 你就能开始去知道 知道他为什么好看了 所以说你带着这种知道的状态下去 抓型去临摹 你会更加的效率up啊 你会你就你就会更加的在乎这些东西 你在临摹的时候也就不会更 你也作为参考的东西会更多 所以说就不会那个 跑偏啊 而且你会就是每次你看你都会就是什么 俗话说的好啊 没看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是吧 你这种东西看的多了啊 你也能变得非常的好 就是你本身审美提高 你自己画的东西也不会太差 就这种感觉啊 所以说提高的审美啊 提高什么呀 是吧 以后我就会夸了啊 就不会说我操真好看啊 我操牛逼啊 是吧 感受一下啊 以后夸人的时候 哇大大真的美妙啊 你这个什么大中小排部的节奏啊 简直是啊 天来天来啊 神来之彼啊 你这个CSI的用性啊 简直丝滑流畅 曲直对比 安排精妙巧巧妙啊 简直是啊 什么天仙下凡啊 花死夸夸啊 我这个是跟上次那个同学学的啊 是不是这种啊 最后啊 我们就讲了 就怎么去练习啊 专下练习啊 就讲了这些东西啊 丰富图形啊 所以说啊 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这样的啊 然后啊 然后啊 就稍微对下周 下周进行一个简单预告啊 所以下周要进行一个简单预告 其实下周啊 下周的内容啊 下周的做个内容啊 办个内容啊 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一节课 还有上一个世界大会 有很很很紧密的联系啊 就是大中小啊 排部啊 排部啊 比如说啊 比如说要画一些啊 什么是吧 就我们平时画一些具象的东西还行 其实画那种啊 那种那种 比如说火焰啊 水流啊 你要怎么画啊 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去 你看有很多人画火焰啊 水流 就他没有很具象的形状的时候啊 其实你就更好去安排他的形状 而且你可以自己去安排大中小啊 自己去安排大中小 就比较好做图形啊 其实其实画火焰画水流 这种没有具象化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用轮廓来加细节来暗示的东西啊 就火焰他大概有什么 他会冒出那种小小火星啊 他会有这种曲线啊 然后再加一个这种冒尖的这种这种东西 他他就会比较像火焰啊 就这种感觉 你只要把这些特点抓住 他就比较 但是你可以完全把它图形化 你可以完全把它图形化 这种感觉啊 这冰霜特效火焰特效啊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啊 下一节下一周的内容啊 会跟我们这一周讲的这种排布啊 什么图形的内部的东西都会有很紧密的关联 如果下周在抓或者在设计的时候遇到困难啊 也可以再刷一下这周的内容 好啊 今天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就最后还是给一个问答环节啊 答一答一环节 答一环节 好 现在我喝口水 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 问题 我们来 简单回答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了啊 再给大家几分钟看看 有没有同学有什么特别问题的我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下回答 好 最后啊 最后啊 我放下啊 我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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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蘑菇可可啊 鸡蛋微博都叫这个哈 嗯 嗯 嗯 没有问题的吗 大家 那行说明啊 都什么时候开始摸鞋 你零一个就可以摸一个啊 你零一个就可以摸一个啊 你零一个一个 比如说我建议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当天 当天或者当场啊 当场就要零 就要摸 就要摸啊 就要摸鞋 我建议是比如说我 我今天抓完这个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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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当场就把它摸一下 因为人的记忆力啊 他是这样 他是他是会往外清空的 就是你刚记完的时候 就是你刚画完的时候 他是非常好记的 就是你非常记得住 但是你一旦过了一天 或者过了半天 他就很快就忘记了 就可能一下就50%都不到了 所以说你需要赶紧把它再 就就你抓完之后 你赶紧把它背过去去默写一下 默写感觉没记住 你就赶紧再把它看一下 然后就争取第一遍能把它 摸个80%左右出来之后 就是假设你今天 你今天就画了这张图 你今天摸完之后 我的建议是你明天 你明天就马上再把这张图 就比如说以摸鱼的形式 因为你今天你摸过了 其实你已经记住一些了 你就直接就打开新建个图层 你都不要看原图 你直接就开始摸 摸到之后感觉卡壳了 你摸八九不离十摸完之后 你再把这张图拿出来再对比一下 你看我哪里有出入或者是哪里不对劲 然后你再把它修改一下 这个过程 你就连续两天 你把它摸完之后 然后到再隔两天左右 然后你再把这张图再摸一遍 基本上这个过程之后 你就你就这张图基本上就可以一直留在你的心里了 包括你们喜欢你的人体知识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我刚才我刚才已经是吧 我刚才看过看过K大的那个他的那个动作之后 我现在就可能大致的把他的那个是吧 把他的那个动作感觉是吧 大致的抓出来是吧 我虽然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动作这种感觉 但是我只要看过之后 我只要这样抓一下 哎 我就能大概的先把他的那个整体的动作 啊 动作的感觉 哎呦稍微过来 动作感觉 哎给他抓出来 是吧 给他抓出来 然后哎 相当于说我是不是啊 大概记住这个动作 就说我现在摸了 估计是估计值能摸到50% 然后我再把他的图是吧 我都把他除了打开一下 哎 我打开图啊 我瞅一眼啊 我再瞅一眼 因为我刚才都没有刻意去看 但是我们现在啊 我又再瞅一眼 一看哦 跟跟圆图一看哦 还有哪些有差别 我一看哦 大概只把姿势想对了 但是实际上脚什么都不对 然后就调整哦 原来原来这个脚啊 这个脚啊是在这里的 然后啊这个腿在这儿 然后我把它调整一下啊 然后把它重新修改 然后再默写 然后把这个改完之后啊 然后我再默写一遍 把这个东西改完之后 我然后我把这个关掉 关掉我然后再默写一遍 然后就会比刚才更精准 然后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就就就就就一遍一遍的来 就你不要觉得一个东西你画完 你默或者说你真的默写完一遍 你就你就不用管他了 你要注意你要就是大家画东西不要教条话 不要教条话 不要教条话 不要说哦老师说的啊 或者说谁是谁说的 我只要画完再默写 是吧 画完再默写就行了啊 行我画了画我默写了好 OK我完成任务了 你不是在完成任务 你的目的是干什么 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目的 你的目的是要为了在你的小框框里面 多加一点材料素材积累 如果你画了默的 不管你假设你默了一百遍了 但是你就是忘记了 你就是没有进这个框框 那你这个过程那就是没有效的 当然吧 也不说说也不说这样完全没有效 你至少啊 你至少就说你的线条什么还是念到的 但是对于你的目的来说 你可能还需要再进一百的一遍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你可能还要默的 不是一模一样 你要默到就是说至少八百分之八九 就是它的东西你要堪用 默到它的图形 或者默到它的结构 这个就要看你 你要用它的什么东西了 你要用到它很细致的东西 那你要默得很细致 你如果你只是用它的图形 和它的节奏 你就不用默得很细致 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不要把它教条化 你就是你假设你默了一百一遍了 你后一天你就忘记了 那就请你去默第一百零一遍 你的目的就是让它成为你脑袋的素材库 你这样的话你提笔你才有东西可以画 你才脑袋里才有东西 不然的话你不往脑袋里进 你提笔就没有东西 你就不会有灵感 所以说懂得吧 懂得吧 好 对 所以说啊 就这种感觉啊 人体默写肯定还是从图形啊 从图形到它的这种结构啊 东西啊 至于是体块还是 我建议是默图形啊 结构什么 你还是念透视的说话 嗯 但是你临摹的时候是可以带着透视的感觉去灵啊 所以说 这个东西 我们这就不细说了啊 行大概就是这个内容 大家下去啊 再梳理梳理整理出一下自己啊 那些步骤啊 怎么样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 一步一步啊 一步一步 你看这就是我们啊 怎么样一步一步从你的啊 从你的临摹到抓型到创作啊 临摹图形 提取图形 然后再排合 组合图形 再填充图形 再升级图形 就可以从你的啊 你临摹抓型这个东西再去做做这个 最好选CSI比较明确的啊 CSI感觉图形感比较好的图 就你一眼就能看出图形感啊 你别找了半天都找不出来 有的大佬他会把图形感藏起来 但是他又有做 但是那种图你看不懂就不要画 最好上来抓那些图形感很明确的图就好啊 好有回放啊 有回放啊 行行行 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 然后下一周是我们呢 抓回来的最后一周啊 大家还是要坚持啊坚持啊 大家加油坚持就胜利啊 然后啊 然后下一周再往后就是隐藏内容啊 就隐藏内容啊 这里我就不多说啊 大家坚持就胜利啊 能接受隐藏内容 好 那我这里就到这里了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拜拜拜拜